打造福利不老乐活源苗栗县投屋厢取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式接牌启用了 这是群县第219个也是投屋厢第5个据点 不但提供共餐的服务还有关怀访试健康促进等活动照顾这点老宝贝 321请接牌 苗栗县县长中东景带领地方士绅共同接牌 投屋厢取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正式接牌启用 结合在地资源提供共餐关怀访试健康促进及社会参与等服务 让据点成为长辈们第二个家 我刚刚看到好几位90几岁的长辈都还剑步如飞 这一点让人非常的羡慕 所以这里是一个好地方 也是一个长寿村 当然这关怀据点成立以后 我们也欢迎各级民意代表 还有这个地方人士多多来关心一下长辈 那如果这个长辈的子女在外地事业有成也好 有空也可以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平常的生活 那我们还是鼓励希望关怀据点 不要一个礼拜只办一天两天 可以办三天四天 目前全县志工人数已经达到4100多人 每个月透过据点服务 长辈约6万人次 未来县府将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 加上公益彩券盈余经费 辅导新单位成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朝向一村里一据点的目标前进 今天我们成立的驱动社区是我们第219个据点 目前我们的比例已经达到79点多 马上就要超过80% 那接着我们礼拜三还有下个礼拜 我们都还要再成立200个跟221个 到年底之前我们预计会成立到223个社区 所以我们会达到我们现场很强调的 就是让所有的长辈都可以走出家门一起来 共同来快乐的生活 为了体恤据点辛劳今年每个据点补助3万元 优先改善无障碍设施设备 以提供长辈更安全优质的安全场域 另外因应物价波动也提高了餐饮加值经费 为共餐加菜营造苗栗成为 清老敬老爱老的幸福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